这是天津为洪伯萱先生写的鉴定的条子 您看 我的这张画是谈话无疑了 这么说你才入古玩行不久了 是暂时跟着吴先生跑 是 跑什么 一张画 那东西真不真 您不应该问我这话 再说您问了我也不能说呀 要是别人买我才不问呢 这是秦先生买我就得问 我们小姐说了 来月恒楼谈古玩生意的 有一大半是黑了心的人 有一小半才是正经的买卖人 但只有一个不是买卖人 他是个为国为民的大售仓家 这人就是秦先生 他把几世的家产都用在收集中国的宝贝上了 他是一个让人敬重的主 所以说秦先生买东西我得带我们小姐问问 这话是你们小姐说的 是我们小姐说的 你们小姐能说出这么正的话来 你这人说话可真难听 你以为这大唐里的人是什么 是乌女浊水 告诉你 这比元大头的总统府干净得多 吴先生 真是这样 我志在必得 还望吴先生容我几日 三十万大洋怎么说也不是个小数 我虽有博产 这些年也都用在文丸上了 中国之大 收不胜收啊 看着刘师真比隔肉取命还疼啊 但这件东西非必寻常 我志在必得 可是我心有意义啊 吴先生 您把东西带到北京来了 为什么不找楼先生先看 而要舍金求远 拿到天津去找洪伯宣先生呢 我是先找的楼先生 不巧啊 他去了南方了 真是不巧啊 我这儿急呀 等不了了 也只有去了天津了 放心吧 楼先生来了 也不会看错的 东西好 买家就很多嘛 我想想 还是先您 然后他们 秦先生 能 真能 不能 这不必勉强 东西好 价钱就自然高了一点 吴先生 我说了 我志在必得 好好 吴先生 后天违宣 我一定把东西买下来 吴先生 我心已不在此 恕我先行一步回去筹款 好的 我也马上就走了 好 我搜索你吧 留步 走好 太好了 你们先生都快要走了 你还没告诉我那东西是真是假的 问你话呢 你快说呀 真的假的 等想好了 我再告诉你 是你们小姐叫你问的吗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别让好人吃了亏 坏人得了逞 说 你帮好人帮坏人 我 我 我帮好人 这不结了呗 对了 你们小姐叫什么 没什么大名 叫九儿 九 九好 要是您尝酒 就更好了 呦 看着你老实 心里可花 小元 你可比你的师兄强多了 跟包 戴着双手 戴着眼睛出来就行了 耳朵不要戴了 脑子也可以不要戴了 主人谈的事你最好不知道 就算是知道了 你也不要说 直言骗语的 最容易把事情搞坏了 对 你很好 啊 很好 嗯 赏你两块大 给你一块就行了 谢五公公 不要谢了 拿去花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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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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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姑娘遵前 现有一事即告 若秦先生真是阁下所言那样 万望告他 吴梅安之所谐 乃明代所访 此语 此语出自京城楼先生之口 绝不虚妄 所以 转九姑娘速速传达 窃窃 此事 说出不说出 都有为常理或行规 但于平生 但于平生之人 也不乎 如明末的李宗盛 抗金 抗金的梁洪玉 万望九姑娘以此辈为模样 不可妄自菲薄 来日必有良人相知 相伴 相助也 鱼不坠言 同是天涯沦落人境上 想不到刘立场 也有他这样的买卖人 什么买卖人呀 不就是个伙计吗 话可不能这么说 做的事可不是伙计做的 人看着老师心可活呢 怎么个活法 您忘了上次我跟您说 我告诉他您叫九儿小姐 他不是说了 九儿好 要是能尝九就更好 咱们带的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谁还不说句调笑的话 不过 他能看中李湘君 梁洪玉也不能算是一个俗物了 最起码不是假道学 缓子 先别说了 你快去找秦先生 别让他上了吴梅安的当 当初您亏得没跟他从良去 否则小爷和的罪都得您受着呢 那天是他和小崔争镜了吧 倒看出是个谦和的人 小崔倒是个倔人 到青楼来卖翠花 哪又不带别的 小姐 小崔他俩 别说了 你先去吧 我去了 生活如戏 一点也不错 九儿没有想到 以后的生活会与这两个男子 有了宿命般的联系 怎么样 师哥 不怎么样 我是瞎写着玩的 你是骂我的吧 哪能啊 玉山啊 你是京东什么地方人呢 封南馒头村的 看你还读过几年书啊 古玩这一行 说学问吧 也没什么大学问 但是不认识字可不行啊 看个名款提识什么的 有时候是关键 在家读了三年私塾 三百千都读了 还读了半部论语呢 什么叫三百千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半部论语治天下 有半部论语天下都能治喽 慢说古玩这一行 光读书不行啊 我们祖宗传下来的字 写到这会儿 真草力传 任全漏 也不容易啊 来 念念最后一句 夜半钟声道空传 是客传 得训 宇山 把那个青花瓶子给我 哪个掌柜的 就是那个 给您 莫财 把里面的瓶子给我 给您 给您 玫珊 你看看这两件东西是不是一样 能不能把它配成一对 这两只瓶子画的花鸟都一样 颜色也没什么区别 只是从这只鸟的尾巴上来看 按写字的理来说 一个画的精细 一个画的笨拙 其他的 我就看不出什么来了 没想到你刚入行 还真能看出点东西来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瓶子不是一对 有一个是后配的 那你说说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假的 为什么呢 这个画的没这个好 这按你的理 是画的好的是真 画的不好的是假 是这样 那咱们的买卖可就砸了 那您说画的笨拙的倒是真的了 对了 你看 这真东西 这真东西未必比仿他的东西画的好 这假东西 仿的好的 它未必不超过这真东西 你看 你说这鸟尾巴琉璃吧 它是照着画的 比比有来头 再说了 它要仿 也不见它就仿一件 就这尾巴 它不定画了多少回了 对 闭着眼睛也是这道线 所以它流利 你要是收获的时候 你看着好把它给买下了 那就把真东西留给人家了 你说你不亏本怎么着 你听明白了吗 还挺难的 感情 咱们做古玩这一行的 开个铺子把收进来的东西卖给人家 你凭什么来挣钱 你凭什么来挣钱 凭的就是这份眼力 账方凭打算盘的功夫 力本凭的一把子傻力气 咱们就凭着眼力 一个人在世上活着 有两样东西可以安身立命 一是脑力 二是体力 有脑力的 你读书凭脑力吃饭 你没有脑力的 有体力 那也行啊 凭把子力气来吃饭 就怕那既没脑力又没体力的 它可指着什么活呀 说这古玩行凭眼力吃饭 可这眼力怎么才能练出来呢 谁也不能天生就有一双透眼 拿件东西一看 透出来了明万利 再拿件东西一看 新活 能有这么一双眼睛的人 世上还没有 要讲眼力 再读的眼力 也有出差看走眼的时候 所以练眼力 这是一辈子学无止境的事 只要用心 好东西拿在手上 他就有如神助 你们就把这两个瓶子给拿回去吧 这瓶子一真一假 卖起来怎么卖 都当真的卖 那不是 没什么不是的 掌柜的 要有人两只瓶子都要买呢 那就都当真的卖给他 打个八五折 你想想 这比报个假的走了 留下个真的还算对得起他吧 买卖就是这样 你慢慢学吧 赶明儿对了机会了 跟我去串货场蹲两天 悟性高的 出来也快 好 好了 你们两个看着瓶子吧 我进去歇歇了 对了 要是那个要割窑的日本人来了 你让他进来 好好好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点 好笑吗 不好笑 我小时候 看过一次走钢丝耍把似的 觉得那玩意儿特别能 我觉得这行儿 天天都像走钢丝的 招啊 你推明白我了 好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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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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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这花我留下来 一分钱不给 你给我叫人去 好好把她给我收拾收拾 是 夫人 她以为我们是什么人家 不好好收拾收拾她 她胆大妄为了她 她卖青花 她就在门口 叫她 叫她 你们怎么打人 打 打 使劲给我打 真是个心话 把这折子扔给她吧 你说得轻巧 不能扔 还让她害人家 我留下来 好 好 出去 站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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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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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原来呀 哪有这么早就睡的 看完了小五宝的大轴 少说也得一两点了 然后不管是什么天 轿车呢 拉着他去吃宵夜 早早地睡觉 也得三四点了 什么风啊雪的 天冷冷塌的去 冷不着咱爷们 现在可好啊 一炕的人盖两床被子 炕霞呢还没扑的 就睡在这炕膝上 油拔火还行啊 没火真是拔得腰头 这说实话我放出来了 可是呢 还没在里边吃得饱呢 今儿晚上就喝了点粥 这前心呢都贴后心了 没想到雪儿这么快也出来了 他出来就奔了我了 因为我许过人家满汉全席 人家不奔我奔谁去 可苦了今儿了 一炕的人呢 都得由他找饭住 他也没什么手艺 现在就靠捡破烂过日子 烙牌的凤凰不如鸡 一点都不错 这说是都打春了 怎么说冷又冷起来了 外边像是下雪了 他也没想到 冯妈 冯妈 院子里掉下什么了 那么大动静 我也听见了 不像是院子里 是街门外边 冯妈 你到我这边来吧 我有点害怕 别怕 我就来了 太太 街门外边倒了个人 别怕 别怕 是不是跟上回那位似的 又喝多了 不像 上回你酒味多大呀 这回可没有 那可怎么办呢 说不定 待会儿就走了 我想她走不了那么快 我看她浑身上下都是血 有血呀 可别死在咱家大门口啊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好啊 冯妈 你听见什么了吗 没听见 好像走了吧 是吗 那可太好了 要不这一夜 咱们俩谁也别睡了 到底走没走啊 你去看看吧 别看了 她要走就走了 没走看有什么用啊 来 成 我站在院子里 给你壮壮胆子 你先去看看 好 小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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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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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事 这是怎么了这是 我走 你上哪儿劫你 没亲没骨的 别管我 我走 我走 小崔 快起来 快起来 把衣服披上 快起来 快起来 太太 是曼翠花的小崔 太太 您看她都伤成这样了 就让她现在住两天吧 住这儿 上一好转 我就把她给挪出去 要不就今儿一晚上 我明早上就把她给挪出去 求求你了太太 出了事 死了人我可不管 我这儿 我这儿谢谢你了太太 快起来 快躺下 怎么给打成这样 买脆花的能得罪谁啊 这是什么事啊 太太 叫了您的叫了 对不住您 您瞧瞧 这不是谁打的 不碍事 您擦吧 我想起来了 上次老爷来说膀子扭了 还留下了瓶云南白药呢 我给你找去 太太 您别老神了 她身子板硬 姑妈没伤着骨头 好 找着了 还有大半瓶呢 冯妈 要找来了 吃也行 磨也行 老爷说过 好使极了 太太 真对不住您 给您添乱了 你躺着吧 冯妈 你先照应着 我先回去了 太太 你回吧 待会儿这药 我给她上上 嗯 好 她 老他上的 男人这时候真让人可怜 谁啊 说我是六子 我从昌平来 找不着到了 这不才到这儿 六子 姐 有人敲门说是叫六子 管我们叫叔 你快去看看 六子来了 等会儿啊 我点灯 进来吧 六子 怎么才来呀 这么大袋雪 六子 快 给贝勒爷请 贝勒爷 免了免了 六子 你这口袋里什么呢 核桃山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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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睡吧 明儿都在吃 跑不了 爷 您是不是尝口啊 好嘞 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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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尝尝 您尝尝 有日子没吃山货了 这东西是得现在吃 要不然过了今儿 它就没那个新鲜劲儿了 贝勒爷 六子 道不尽吧 是 这是我侄子 这是核桃 好好 这核桃 它分山核桃和胡桃 这胡桃它生在西北那边 个儿小皮粽 一头它是煎的 这皮不好包 但是油性大 池子嘴里香 这种就是山核桃 这种核桃咱们北京左近就出 个儿大 你看 肉厚 圆头圆脑的 皮色也浅 这一掰开分两半 池子嘴里 没有胡桃油性那么大 这要说吃核桃 吃法挺多的 但是不管怎么吃 你都得把皮包了 那是 有点真是开玩笑 包了皮 用玫瑰丝 青红丝这么一半 少许的放点白糖 这是一种吃法 用花椒眼炒一炒 也是一种吃法 还有一种可以蘸了白糖 在油锅里那么一炸 对了 还有一种吃法最妙了 还有一种 把它倒成泥 加点细盐面 卷饼吃 这东西一到嘴里 还有那个香味 甭提了 删了红 又叫山楂 红果 产的就是直立河北一带 山楂山楂 山里头产的多 到了秋天一串一串的 红红的 大多数人都是等秋天一红就采下来吃 其实呢 要是能等到下雪结冰之后 就今儿这种天 再去采那就更好吃了 酸也不那么酸了 冻得硬邦邦的 咬一口 又甜又冰牙 有点野趣野味 要说吃山楂 这吃法可就多了 是 最普通的 去了湖 穿成串 用冰糖熬成锡 蘸了吃 还有呢 就是捣碎了 做成山楂糕 金糕条 除这两种以外 就是在捣碎的酱里 再加上团粉 做成豆腐皮那样的 叫果丹皮 对了 更有一种吃法 就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 把这山楂去了湖 给它掏空了 在里边塞成豆沙 上锅这么一蒸 蒸完了之后 搁外边一动 那味儿 想起来 就止不住流口水 你真发达 你瞧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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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暴殿天物 这真是暴殿天物 这怎么能这么吃呢 这能叫会吃吗 爷 这么晚了 您还出去 我去逃好点豆沙 一会儿就回来 爷 外边下雪 是啊 冷啊爷 不碍事 下雪了 更有情趣 你们几个在家里等着我 谁也不许睡 谁要是睡了 可没好吃的 爷 您慢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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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就吃呗 还那么讲究 好大雪